电视剧《锦绣男歌》正在热播 由李沁 秦浩 李贤主演 该剧主要围绕侠女黎歌跟坚国刘易康展开剧情 剧中的刘易康跟黎歌疑似意外相识 两人在对付路远的期间互生倾诉 之后展开了一段甜蜜的恋情 虽然后来黎歌跟刘易康因为误会 感情经历虐心 好在最终两人化解误会 黎歌也正式成为黎妃陪在刘易康的身边 然而因为路远的暗害 后来黎歌跟刘易康还是再次经历虐心 因为黎歌刺杀刘易康的事被发现 太妃立马抓走了黎歌 以刺杀谋乱的罪名对沈家一三足 不过路远的计谋不会得逞的 后来黎歌的师兄暗中帮助黎歌 让黎歌服下假死的毒药嫁祸给路远 在所有的人都以为黎歌已经死了时 黎歌暗中被师兄救走 但因为错过抢救时机 黎歌虽然救活了 但却没有意识 不过黎歌不会轻易死掉 后来经历一些波折 黎歌恢复意识 之后黎歌立马来到了刘易康的身边 刘易康看到黎歌安然无让 当场乐开花 直接信吻黎歌 两人之间再次展开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